普利鎮一年一度的 無聖關公無畫祭活動 在大殿潛廣場熱鬧展開 銀石班及許多在地的社團 輪班帶來精彩表演 議員廖志成肯定慈藝活動 寓教娛樂 同時也大幅提升地方藝文氣息 既然有很多社團可以來參與 為他的國樂、吟詩、太極軍、武順 以及各方面的才藝的表演 各種各樣都有 這個生活可以非常熱鬧、值得推廣 為紀念關聖帝君誕成1855週年的好日子 地方民眾準備了水果及禮品千身參拜 而在昭平宮玉化堂各個角落 都有著不同卻有趣又復古異的 觀光無畫祭活動 另外還有書法、繪畫及兒童讀金比賽 吸引了許多大小朋友參與 可以唱作看表演很好玩 都是真的有意義的 對於社會有正面的作用 所以我們一直提倡說 用過這種方式 給印度這些青少年 進入好的方向 讓我們社會更安靈 國家更安定 活動現場並展示了歷年來 各界文化活動的圖片 觀光無畫祭跳脫傳統嚴肅的祭典框架 以活潑卻不識傳統的多元文化活動 帶給平時衛生火忙碌的民眾 重溫與清淨古老無畫的機會 不分老少大家反應熱烈 讓關公誕成熱鬧外更別具意義 為了端正社會風氣 節省繞盡的龐大開銷 自八十四年起 埔里鎮招平工玉化堂 改以文化活動推廣方式慶祝 出了弘揚武聖觀光精神 更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傳承傳統文化 民意新聞 洪一輪 埔里採訪報導